对了,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并记得按叮当键哦 今天我们来用电子锅做韩式辣酱泡菜鸡 喜欢吃韩国餐,但是餐厅都没开 想要自己煮,但是不知道如何下手 找我的频道就对了,知道韩式泡菜鸡,味道鲜美,风味独特 特别的是可以用电子锅变成非常简易的料理哦 首先把土鸡一只1.8公斤的斩块放入锅里 然后把韩式泡菜300克的放入 黄豆芽菜150克,韭菜50克切断哦 然后加入韩式辣椒酱2大茶匙 然后加入料酒4大茶匙,生抽2大茶匙,冰糖1茶匙 然后用汤匙把所有材料晶匀搅拌 然后倒入高汤7杯 那如果没有高汤的话,可以用3杯的清水来代替哦 冲花最后备用,然后把锅放入电子锅内把开盖上 按前自动快煮模式就行了 30分钟煮好后打开电子锅盖,用饭匙把汤食材混合的搅拌就完成了 这就是简单上桌,不但开胃而且吃的满足 和正宗的韩式料理不分上下 现在随时能吃得上的韩式辣酱泡菜期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MING PAO CANADA,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